前面是什么这么热闹呀 原来是小猪的服装店开张了 我们一起和小动物们去看一看吧 服装店里啊 有各种各样漂亮颜色的衣服和鞋子 小动物们高兴极了 东挑挑西看看 他们先挑选了自己喜欢颜色的鞋子 可是他们遇到了麻烦 到底应该选择什么颜色的衣服 来搭配鞋子才好看呢 他们去找服装店里的服装搭配师来帮忙 我们一起看看服装搭配师 是怎么帮助他们搭配衣服的吧 小朋友们你们看 服装搭配师是怎么挑选衣服的呀 你的眼睛可真厉害 服装搭配师说 可以挑选和鞋子颜色一样的衣服来搭配 在服装搭配师的帮助下 小动物们都高高兴兴地买好了自己喜欢的衣服 小朋友们你们会搭配衣服了吗 我们一起来玩一个服装搭配师的游戏吧 我们需要准备的游戏材料有 服装卡 服装卡 遮挡板 骰子 暗铃 和雪花片 首先我们通过扔骰子的方式来挑选鞋子 鞋子选好之后 接下来就是来选择合适的衣服了 服装卡上有这么多漂亮颜色的衣服 到底选什么来搭配鞋子最合适呢 对了 我们可以选择和鞋子一样颜色的衣服来进行搭配 利用遮挡板进行遮盖 通过调整或旋转遮挡板的位置 让服装卡上露出的衣服颜色和鞋子的颜色保持一致 就算获胜 小动物们也想来搭配衣服 我们看一看它们搭配的怎么样吧 小狮子搭配的衣服和鞋子的颜色不一样 小猴子的遮挡板放错了方向 小青蛙的衣服和鞋子搭配的刚刚好 遮挡板也放在了正确的位置上 给小青蛙一点掌声吧 在游戏的过程中 如果两个小朋友同时完成 谁先按响铃铛谁就是获胜者 如果先按响铃铛的小朋友没有完成任务 就要退换一块玄花片 这个游戏可以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小朋友一起玩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小朋友们是怎么玩的吧 我看小朋友们是怎么玩的 开啡 花开啬 快开啬 快开啬 开啬 老师就去 包花名已经摆好了 看这儿 好想我干过了 一二三 我有三个 一二三四五 五个 我赢了 这歌简单有趣充满挑战性的游戏 你们学会了吗 那就赶快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起来吧